千古第一大女主 一代女皇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大女主 提到武则天呢 没准有朋友就会说了 又来了 不就是范冰冰演的那个五妹娘吗 我知道 我通通都知道 她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 地位最高的女人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这还要你来说啊 起开起开起开 好吧 那我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在一个男人说了算的世界 武则天一见女流 怎么让男人们乖乖听话的 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吗 那你去看她的画像 宽下巴大额头 怎么着 都有点男人婆的路数吧 第二 很多电视剧里 说她为了斗垮王皇后 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小公主的真实死因 可能是煤气中毒 第三 武则天信奉佛教 为了佛教大行土木 什么建寺庙呢 修大佛呀 还把和尚当男宠 可是你信不信 他这么大行佛教 其实是登基当皇帝的 一种必要政治策略呢 第四 唐太宗对他动了那么多次杀心 怎么最后还是没能杀掉他呢 第五 他和唐高宗李治 是简简单单的男欢女爱 乱伦偷情吗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俩人 可能是一对类似革命夫妻的创业搭档呢 请能回答以上问题的朋友 举个手 好了好了 严肃点严肃点 武则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别说你了 在他死后呢 历朝历代的评价都叫一个花样繁多 别说后世 即便是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那也是褒贬不一 比如说大才子洛宾王凭着一篇陶五兆旗 名满天下 论暴宏程度呢 今天那些十万家推文提前都不配 暴宏的原因很简单 骂武则天骂得精彩 骂出了文采 骂出了宇宙新高度 可是有意思的是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才子陈子昂 他却说武则天 知人善任 历代帝王都无法比肩 听到这儿 您说您晕不晕呢 好吧 如果说文人知识分子呢 都喜欢意气用事 成天不是刀逼刀吐槽呢 就是瞎吹捧 那咱们来看看官方史料 旧唐书大家都听说过吧 唐代之后呢 五代时期 反正就是武则天早就不在的时候 后人编转的 那这本书里呢 就对武则天各种不友好评价啊 到了北宋中叶 大名鼎鼎的司马光 就是那个砸钢那位 在辞职通鉴中怎么干的 我的天 对武则天呢 那完全就是一顿狂喷的 感觉就跟微博用户差不多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骂 恨不得能从头发丝 骂到脚趾头分 也不知道呢 这个司马光呢 是不是小时候砸钢砸坏的脑子 反正自司马光之后呢 武则天的口碑 历史地位呢 就断崖式的下跌 到了南宋 理学当道 那就更别想了 武则天三个字 整个就被打入万劫不复之经 那武则天 是什么时候开始 从人渣榜上离开的呢 基本上 应该是要到现代了 比如说毛主席 他对武则天的评价呢 就很经典 说他既有容人之量 又有识人之志 还有用人之术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肯定了武则天的功绩和能力 听到这儿 你可能就又要问了 为什么对于武则天 大家的观点就这么不一样呢 除了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人当皇帝 还有很多因素 特别是他身上的谜团 实在是太多了 到底一个真实的武则天 又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真的就是妖媚祸主 蛇蝎心肠 或者又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知人善任 哪见如流 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 从今天开始 我想跟大家好好聊聊 咱们就用蒙曼老师多年的研究成果 好好说到说到 真实的武则天 到底是怎样的 他一个小丫头 怎么上位的 他一辈子爱过几个人呢 他的谋略手段都是跟谁学的呢 他有没有杀过自己的孩子 遇到别的女人来抢老公 他又是怎么应对的 作为政治家的武则天 又有哪些男人都不及待雄才打掠呢 太多了 咱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 女皇的原始资本 全来自一个不想当农民的爹 按照讲人物故事的惯用套路 咱们得先从某人某年某集说起 要说这个武则天的绅士呢 各种乱七八糟的传说都有 有人甚至说呢 武则天的母亲在四川丽州这个地方 梦见了一条龙钻入了他的腹中 因此呢怀了孕 武则天呢 就是所谓的龙肿 这种说法呢 自然是胡扯了 您就当听个乐呵啊 反正这种套路呢 好没意思 咱们换个聊天姿势 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 武则天一生的谋略与胆识 是从哪里来的 如今这个年头呢 都讲基因遗传 家族传承 教育背景什么什么的 熟悉武则天的人都知道 武则天玩政治 不仅聪明而且够狠 无论是攀高枝 攻斗 借刀杀人 还是笼络大臣 操纵政治集团 玩的呢是相当溜啊 综合起来呢 那就是武则天 拥有一流的政治头脑 他这个头脑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没有人天生 就会玩政治的 最起码他总是会有启蒙老师吧 那武则天的老师是谁呢 我觉得呢 第一位应该是他的爹爹 武士约 从武士约的经历来看呢 他就是武则天 最根源最根源的政治资源 我觉得呢 因为这个爹 武则天起码少奋斗了 二三十年 我这么说靠谱吗 听完了你来告诉我 武士约是谁呢 要深巴他们武家的家世啊 有点大跌眼镜 他们家呢 其实一家子都是隋朝 并州也就是今天山西一带的农民 对 你没有听错 武则天他爹 论阶级成废 就是农民 武则天呢 有三个大脖子 全是老实八交的装置汉 三个哥哥都种地 武士约呢 就不乐意了 整天修理地球 太没意思了 可是不修地球 又能干啥呢 这位乡村非主流青年呢 脑袋倒是挺会转悠 他发现啊 这个并州这个地方 土地平级 种田呢 没有什么出路 但木材多 哎 风扣来了 那一年呢 正当武士约决定下海经商的时候 碰上了隋阳帝 大兴土木 到处啊 修行工 啊 木材行情看涨 于是呢 这个武士约呢 就通过倒卖木材 发了一笔横材 一夜暴富 成为了山西一个大的木材老板 当然了 这只是武士约运气好的开始 打那之后呢 您就会发现啊 他的走的每一步呢 都是运气爆表啊 嫌疑少叙 这个武士约呢 发财之后就开始发愁了 先功夫多了 玩些啥呢 当时也没有啥娱乐 就是读读书 写写字 但是武士约呢 原本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 咋办呢 好在他武士约钱多 有钱了 去上个培训班好不好啊 不好 土豪的做法呢 就是在家办培训班 干脆请了个读书人当私教 给他讲解 惊世子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所以呢 当武士约成为了一个土豪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粗通文末的土豪 有文化的爆发户了 您看啊 有钱了 也有闲工夫搞搞 闲情意志 跟今天的那些发财的土豪住豪宅买故东也差不多了嘛 算 但是呢 这个土豪的晋级路线图 那还很长的啊 比如说这个身份上是不是该换一换呀 自古以来呢 都是这个套路 武士约有钱 社会地位提不上去 从农民变成为商人 您还是不入流 更何况呢 商人在咱们中国古代呢 这个哪有今天这个地位呀 过去平定职业有四个等级 叫做市农工商 商人是最刺的 哪怕你再有钱 人家一个你腿子都能瞧不上你 但武士约不傻呀 他有钱有文化 可不像当那最刺的那类货色 怎么办呢 去当官啊 随朝当官呢 基本上走的都是门第关系 或者呢 是去考刚刚确立起来的那个科举考试 但是武士约没有啥门第呀 考科举嘛 他那个水平又有点不太够 那怎么当官呢 很简单 花钱买嘛 那个时候的官场呢 是可以公开买卖卖官的 明码标价 通锁无器 所以武士约呢 当时就花了点钱呢 买了个军队里的官职 一脚呢 踏入了地方官场 哎 你看 从农民到商人 再从商人到官场 这一次次华丽转身 如果没点谋略和手段 你试试 武则天与大唐李家 如何发生关系的 混到官场的武士约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暂且就放在一边 先不说 现在呢 我要给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没准您还会问 他有病啊 好好的土豪不当 官场有啥好玩的 万一碰上个什么反腐斗争 岂不是人才亮空啊 是啊 武士约干嘛要削尖了脑袋 挤进官场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啊 盛行贵族制度 提到贵族呢 我们总是会想到 欧洲近代的那种贵族范儿 一个土豪 占了很大一片中原 什么舞会啊 红酒啊 礼服啊 美女啊 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当中 都能看得到 看上去呢 还挺带感的 不过呢 贵族不是洋人的专利 咱们中国也有过贵族时代 而且时间还蛮长的 从东汉中后期 一直延续到唐朝 足足有三四百年 当然了 贵族呢 不单单只是个头衔了 如果没有一个官职做资本呢 也是白搭 可以说 贵族们在一开始呢 都是从官换职家演变而来的 问题是 凭什么他们能当官呢 这就得说说选官制度了 在贵族制度起源的东汉时期呢 选官从来不考试 全是地方大员 在辖区里面考察考察 看看谁家这个小子 素质还不错 平性呢 也说得过去 就选拔上来当官 这便叫 举孝连 被提拔的人呢 平白无故的当了个官 那肯定是感恩戴德呀 自然而然呢 就会依附那些提拔他们的官员 所以很多大官呢 就发展出了一大堆的门生顾利 大员们呢 也要罗织关系网 便很喜欢同这些人结亲 有的人呢 足足辈辈当官久了 搞得一整个家族都是官 而且依附他们的人呢 特别多 比如说三国演义中 袁绍那一家子 四世三空 门生顾利 满天下 东汉之后呢 是曹魏的天下 世家大族呢 基本都延续下来 这些豪门士族呢 势力很大 萧雄曹操 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比如什么 迎川巡士 清河崔士等等 后来呢 曹丕接班之后 魏国干脆定下了个赤裸裸维护大家族 势力的制度 叫九品中正制 这个制度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啊 选拔官员要看品德 更要看出身 实力 出身是最重要的 正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爹是大官 儿子基因不会差 至于品德好不好嘛 那都是些次要因素 也就是说 只要你爹爹你爷爷 那是个贵族 你哪怕娶了八个老婆 或者一天到晚 什么事都不干 也可以去当官 并且 并且 这些贵族绝对不会去当小官 人家做的可都是大官哟 什么县令之类的送给他 他都不要 这么一来呢 世家大族呢 就把持了朝政 也彻底垄断了权力 到了东晋南朝 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 中国的贵族阶层 就诞生了 按照传统的说法 我们管他们叫做 士族 南方贵族是这么诞生的 北方贵族呢 有点不太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 北方到处是兵荒马乱 杀人放火 因此 北方的贵族呢 都是从死人堆里起家的 不过这些人发迹了之后呢 干的事情和南方人 是如出一辙啊 把持了官职 控制了朝政 到处都是他们家的势力 由于这些贵族 多半是今天陕西甘肃一代人 所以他们也被称为 官聋贵族 整个天下 除了皇帝 就属于这官聋贵族势力最大 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其实呢 隋朝的皇帝 杨氏家族呢 也是官聋贵族的成员 哎 大家都是一个鼻子出气的 这么一来呢 皇帝想干点啥呢 都要听官聋贵族的主意 得先看看对方乐不乐意 其实别说是隋朝了 在唐朝呢 也差不多 比如唐太宗时代的著名大臣 长孙吴继 祖上呢 就是贵族 老妈是个王爷的女儿 而他的妹妹又是唐太宗的正牌皇后 也就是说 长孙吴继是唐太宗的大舅子 哎 说这么多累死我了啊 花了这么多时间呢 说贵族制度 就是要告诉您 贵族制度是隋唐时期的社会典型特征 请您务必记住这一点 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里 这一点将会是重中之重 我们再回到武士约身上啊 发财之后的武士约呢 很尴尬呀 再有钱 他也比不过官聋贵族有钱呢 虽然买了个官职 可是比起官聋贵族们 简直就是拿蚂蚁比大象 混进官场 只是第一步 但要指望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当时的贵族制度中 对不起 免财 可是他还可以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发展政治资源 这话听起来很高大上 隔二十年前呢 就是高搞关系 巴结一下大人物 说起来啊 这个武士约的运气呢 是真TM好 咱不得不服 他攀上谁了呢 一个官聋贵族中的大人物 这个人 叫李渊 武则天传奇的父亲母亲 未来的唐太祖李渊先生呢 那个身份呢 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 李渊的爷爷 父亲都是大贵族 李渊七岁那年呢 就继承了父亲 唐国公的头衔 李渊的妈呢 更是了不得 蠢之又蠢的贵族 隋文帝皇后的亲姐姐 啥意思呀 这个意思就是说 李渊见到隋文帝 得喊息声 姨父 隋阳帝杨广同志呢 那就是他敌亲老表 你说武士约他一芝麻小官 根子上还是农民 居然跟皇帝的表兄弟 拉上关系了 厉不厉害 牛逼牛逼 你服不服 那问题是他怎么搬到了呢 还记得武士约是哪里人吗 山西人 李渊呢 某年某月 不是正好在山西这片当官吗 有一年呢 李渊出去办事 正好就路过武士约当官的地方 武士约一听说呢 立马就拔起他 话前入流水 把老李伺候的叔叔夫啊 九族饭饱之后呢 李渊走了 但心里倒是记住了武士约这个人 哎呀这人不错 舍得花钱 讲义气 从这里开始呢 武则天和大唐李家的关系就搭成了 从此再也剪不断 厉害乱 武士约的好运气啊 就和他的晶莹细胞一样 绵延不菊 话说呢 时光荏苒 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如约而至 隋朝末年 天下大乱 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无政府状态 咱们都说乱世出英雄也好 说群雄逐鹿也好 说白了 就是只要你敢想 江山谁都可以去抢 关键看你有没有能耐 隋末的那些什么英雄啊 造反啊什么的 咱就不讲了 那不熟悉的朋友呢 随便找个什么隋唐英雄传子 看一看 一目了然 天下乱了 在山西当省长的李渊 一听各地的情况 恶的天呀 这成何体统啊 你们这些人算老几啊 要是当皇帝 老子堂堂皇亲国戚 几代都是贵族 难道不比你们更有资格 这个时候呢 五十约已经和李渊混得比较熟了 他听说李渊想造反 先是献上兵书 又告诉李渊 我做了个崩 梦见您老啊 成龙升天了 反正都是这些老套路了 先鼓励人家去创业 然后他来投资 事成之后呢 分一杯羹 经过五十约 以及三个儿子的山峰点火呢 李渊决定起兵干革命 五十约听说 李渊真的造反了 新一横 也打包全部家底 跟李渊干革命 这是另一场好赌 然而五十约 又他妈赌队了 事后证明呢 李渊那家子确实有号召力 打仗的也有水平 很快呢 就扫清六合 平定八方 整个国家重获统一 大唐王朝就此建立 在这次大创业中呢 五十约虽然没有战功 但从头到尾呢 他都是管后勤的 这叫啥职位啊 人力资源部 不管了 反正就是个大功臣了 李渊事成之后呢 封了他一个公布尚书 正三品 但是 不要忙着惊叹啊 五十约虽然当了大官 但却还不属于贵族民流 为啥呢 说到底啊 你还是个农民啊 木头贩子出身嘛 别说你家没有什么 显贵的祖宗或者亲戚 你跟那些贵族老爷 一起喝杯茶 人家搞不好 还要嘲笑你 喝个茶都不懂得品 什么茶要用什么水 是用桃壶泡 还是玻璃杯 还是紫砂杯 我胡走的啊 反正谁知道 他们喝不喝茶 怎么进入贵族圈子呢 花钱已经搞不定了 但是讨一个贵族家的姑娘 当老婆 还是可以的 有句恶俗的话 怎么说的 说那些有钱的土豪 人生一大喜事是啥 中年丧妻 反正啊 五十约偏偏偏就这么巧 原配夫人过世了 于是呢 就有人来给他做媒了 谁呢 不是别人 正是当朝天子 唐高祖 李渊 李渊呢 给五十约介绍了一个贵族家的 千金小姐 不好意思 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家 姓杨 这个姓氏代表着啥呀 隋杨帝姓啥呀 李渊的妈姓啥呀 您自个儿琢磨 我们的这位杨小姐呀 还真不简单 爱读书写字 而且信仰独身主义 一蹴跎就到了四十四岁 单身未嫁 放在今天呢 都是超级胜 取了杨小姐呢 五十约呢 是一脚跨入了豪门了 门第有了 钱有了 皇家资源也有了 接着 五十约一路高升啊 历任 豫州 利州 荆州都督 昔日的小农民 现在成了丰江大利 这个单身到四十四岁 才嫁人的杨小姐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吴泽天的亲妈 有这样一对亲爹亲妈 我们的大女主的人生 想平凡 也艰难 武士嘉变 从繁华 跌落尘埃 哎呀 费了半天劲呢 说这个武则天的爹妈 终于呢 该轮到说主角了 婚后呢 这位杨小姐啊 是这位武夫人呢 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 这个二女儿呢 就是武则天 咱先得澄清一下啊 武则天出生的时候 叫啥谁也不知道 什么武媚娘 武才人呢 那都是后来的称号 至于后来的武赵 也是他六十七岁那年 自己编出来的 我们最为熟悉的武则天 这三个字呢 则是武则天退位之后的封号 则天大圣皇帝的前两个字 怎么连个名字都没有呢 对不起 因为那是个男人主宰一切的时代 撇去名字的事情不谈 因为有个文艺的老妈 武则天呢 孤默也读了不少书 关于武则天的美丽童年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不难想象啊 他一定是很幸福的 老爹有钱 老妈文艺 当然了 武则天的童年呢 也不是什么波兰都没有 还是有一件事情 值得大叔特书一下 传说呢 这个武则天小的时候呢 就有点不凡之处 有一个看相的 瞧见了杨夫人就说 夫人啊 你一看就是富贵乡 家里别人有贵子 杨夫人一听呢 就很高兴 直接把看相的请到家里 看看到底谁是贵子 这看相的瞅了瞅 武士约的两个儿子 忘了介绍 这两个儿子呢 是他前妻生的啊 看相的说 嗯 不错 以后呢 都是保家之主 再瞅瞅女儿 看相的又说 嗯 这个女儿也不错 这个时候呢 看相的发现了武则天 很是吃了一惊啊 当时武则天的爹妈呢 特别想要一个儿子 就让他穿着男孩子的衣服 当男孩养着 看相的一时间呢 也是刺凶难辨的 就说 哎呀 这个小子长得奇特呀 龙的眼睛 缝的脖子 可惜是个男孩子 如果是个女娃儿 以后肯定是天下之主啊 这些话呢 到底值不值得去信呢 实在是很难说了 自古当上帝王的人呢 经常喜欢给自己 编点神奇的故事 来证明自己 确实是真命天子 所以说 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故事 武则天才能当上皇帝 而是武则天 当上了皇帝之后 才有了这个故事 按照武则天的个性 这个蹩脚的故事啊 恐怕还是他自己编的 基本上接下来的剧情呢 就跟那些大女主电视剧差不多了 天真烂漫 生活幸福的女主角呢 一夜之间 幸福走到了终点 武则天 12岁那年 也就是公元635年 李渊死了 武士约哀伤过度 几个月后 也随着他的真命天子 命中贵人 酒肉兄弟 嫁和习去 这时候 杨夫人和他的三个女儿 没有一点点放碑 就沦为了孤儿寡母 无依无靠 更要命的是 武则天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对他们母女的态度 非常之恶劣 经常欺负他们 嘿 咱们的女主角武则天 一下子就从繁华 跌落到了尘埃里 这段日子呢 肯定是给武则天 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具体经历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告诉你 武则天后来当皇后了 随便找了个什么 不孝顺母亲的罪名 就把他这两个 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给整死 您去揣测一下 他少年时期 都经历过什么 他父亲死后 他们母女三人 过得有多么惨 基本上 就不难想象了 如果说苦难 但对凡人来说 是一种痛不欲生的折磨 是穷困潦倒一生的恶梦 对像武则天这样 叱咤风云的人物来说 那就是人生的修罗场 是登上人生巅峰之后 回首前程往事的光辉岁月 千古第一大女主 一代女皇武则天 接下来又经历了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十四岁少女的人生梦想 到皇帝身边出人头地 各位路上读书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梁成舟 这回呢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武则天的故事 上一回我们说到 武则天那个超级会搞运营的爹 武士约呢 死了 他妈呢 带着他们姐妹仨 险些被扫地出门 那两年呢 武则天呀 没少受欺负 但是呢 这样的倒霉日子 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 武则天要进宫当皇帝的女人了 可是凭啥他就能进宫呢 凭他又跟来自贵族圈又长袖善武的亲妈 还记得武则天的亲妈姓杨吧 还记得李渊的亲妈也姓杨吧 除此之外呢 当朝天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里 至少有两三位嫔妃都姓杨 没准啊 还都是武则天的姨妈 表姨妈什么的 您掰着指头算一算 这娘家的人脉资源 是不是成了武则天母女翻身的唯一机会呢 总之啊 武则天的妈呢 瞅着女儿啊 那张如花似玉的脸 这心里啊 就开始活泛了 那两年呢 后宫的杨家姨妈们 闲着没事拉家常 逛街赏花聚会老客 晚上发朋友圈晒涂啥的 经常就在讨论一个热点话题 哎呦 听说武家那二闺女长得可漂亮呢 天生一副美人胚子 一来二去呢 渐渐的 就连唐太宗的老人家呢 都听说了武家有个大美人 他也忍不住心痒痒啊 哦 真有这样的美人 去 给朕招武则天进宫 各位 听到这儿啊 特别是那些一门心思送孩子 上什么私的家长朋友啊 您有没有听到一点别样的路径呢 很多人呢 养孩子呢 是为了让孩子完成自己年轻时未遂的梦想 但也有一种人 孩子是他发达的一张牌 好了 收回武则天啊 被招进宫的那一年呢 武则天十四岁 他也不叫武则天 没名 一想到啊 这个女儿要进宫了啊 他妈在那儿哭得 咬哩里哗啦的 一入宫门深思海啊 谁知道这辈子还见得着啊 结果你才十四岁的武则天什么反应 他对他妈说 哎呦 有什么好哭的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见到皇帝 我不就有机会混出名堂来了吗 十四岁的小鸭子骗子 啊 这份胆识和霸气 我就两个字 恢复啊 要说武则天这份霸气呢 也不是什么瞎自信 史书记载 他方额逛一 脑门宽阔 下巴疯满 啊 这个脸型呢 哥今天呢 绝对吃不开 自拍三十秒 修图半小时 但按照唐代的审美呢 那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这样一个妙邻女子进宫了 想必唐太宗一定是喜欢的不得了了吧 嘿嘿 错了 唐太宗根本不喜欢武则天 说到这个唐太宗和武则天之间的瓜葛呀 剧情呢 还真有点俗套 起初呢 武则天是奔着唐太宗而来的 带着一脑子的花痴梦 初次见面 唐太宗觉得啊 不错 果然是个美人痞子 那就封个正无品的才人吧 还赐名媚娘 意思呢 就是漂亮的姑娘 不过别想多了啊 唐太宗这喜欢 就跟贾宝玉心得一小玩意儿 差不多的这个意思 新鲜 有趣 没两天呢 随手搁着一边 转头就忘了 自古以来 后宫家里三千人 其中 两千九百九十九个 最后啊 都唠了个白头宫女在 闲话说玄宗 但是 武则天是谁啊 天生的冒险家 寂寥如尘埃的人生 他才不要 他是带着人生梦想进宫的 如此一来呢 就有了著名的 狮子聪世界 以及 被太宗冷落一旁的结局 什么是狮子聪事件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话说一日啊 有人送给唐太宗一匹好马 叫狮子聪 唐太宗呢 心血来潮 逢人就炫耀啊 还特地的招呼后宫嫔妃呢 一起搞了个赛马大party 问题是 马是好马 心子很暴力 根本没有人能驯服得了 唐太宗也没折 周围的人也没招 这个时候呢 人群里武才人冷不丁的高声说道 臣妾有办法制服他 唐太宗呢 微微一笑 压根就没当真 哟 你有何良策呀 武则天高声回答 只要您给我三样东西 铁鞭 铁锤和匕首 先用铁鞭打 要是不服 再用铁锤打马头 要是还不服 就拿匕首割断他的喉咙 唐太宗听得后背啊 冷嗖嗖的 哎呀 这个丫头咋这么狠呢 心里老大不高兴 沉默了几秒 又当众夸武则天 嗯 你真了不起啊 是真的夸吗 要是真的夸 怎么夸完了连一百块钱 都舍不得给呢 这是武则天呢 第一次在唐太宗面前 表现自己 结果落了个 极坏极坏的印象 简直就是复分滚足啊 为啥呢 因为他是唐太宗啊 哥今天呢 那就是一霸道总裁 直纳A啊 他一辈子最喜欢的后宫女子 一个是长孙皇后 这样的贤妻 知书达礼 恪守复道 母仪天下 另外一个呢 是那个柔顺温婉 琴棋书画的徐慧 博览群书 温柔贤书 啊 你看啊 这个徐才人呢 和武则天 几乎是前后脚进攻的 但是呢 他就深得太宗喜欢 一路啊 从五品才人 升为一品贤妃 再看看武则天 性格张扬 胆大妄为 爱出风头 唐太宗怎么可能喜欢呢 在唐太宗面前 武则天呢 是彻底玩砸了 大女主碰上霸道总裁 火星撞地球 没戏 再加上后来的什么 唐三代之后 女主武王戴天下谣言 唐太宗啊 几次三番的 犹豫来犹豫去 哎呀 要不要 宁可 挫杀三千 也不要漏掉一人呢 结果啊 偏偏冒出来一个 替死鬼李军宪 武则天命不该绝 躲过一劫 从十四岁进攻 到他二十六岁 唐太宗去世 十二年来 武则天一直都是 进攻的时候的 五品才人 名分没捞着 儿子也没一个 成天呢 还过得胆干心惊 换了别人呢 基本上也就 七七灿灿七七 一年三百六十五个夜 封刀双剑 言相逼啊 但他是武则天啊 这十二年 人家可没虚度光阴呢 当时呢 功力刚好需要 一批侍女呢 端茶凤水什么的 武则天呢 就被选去干那些产事 忙时伺候伺候 皇帝披折子 闲下来呢 他就去读读书 练练书法 特别是唐太宗 喜欢的王羲之的字 诶 他领悟了不少 一是为了讨太宗欢心 二来呢 也跟他爹一样 喜欢读书 各位 您想想 武则天这是干啥呀 不就相当于 大唐CEO身边的 贴身女秘书吗 就算皇帝 没有手把手交 光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都能学成一个 治国人才 换个角度来看 武则天这不得宠的十二年 恰恰是个人心智成长 职业训练最关键的时段 哥到今天呢 就是给皇帝当实习生 皇帝怎么处理国家大事 他门清 可是实习生干得再好 又不能去当个女官 升任宰相啥的 是吧 前途在哪里 谁都不知道 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吗 武则天和李治 第一次亲密接触 公元六四九年 一代的雄主唐太宗 在病床上挣扎了三年之后 终究还是贾赫西去了 太子李治登基继位 这也就是唐高总 按照唐代的规定啊 先皇去世之后呢 后宫嫔妃中 有孩子的留下来封个妃子 没有孩子 但有特殊才能的 就留下来发挥发挥余热 既没有孩子 又没有啥特殊才能的 就要去尼姑庵里当尼姑 比如武则天 说到这里呢 咱们回过头来看看 武则天的人生路线图啊 十二岁或者更早 爹死了 两年后 带着出人头地的梦想进了宫 结果一脚给登入冷宫 相当于是干了十二年实习生 现在大boss一死 被人一脚踢出宫门当尼姑 要说这个运气呢 这基本上也就是烂到报表了 但他是武则天呢 其实早在三年前 他就未雨绸缪了 唐太宗重病卧床之时 我猜每天侍奉在侧的武则天 每天心理活动一定是这样的 皇上龙玉并天之后 我就得去登尼姑 尼玛 凭啥呀 我才二十几岁呀 寻思来寻思去呢 眼前这个和他一样伺候 唐太宗的男人 没准 也许就是出路 是的 三年里太子李治和武则天呢 在一个房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具体两个人呢 在同一个房间里啊 如何眉来眼去 你弄我弄 大哥 我也好想看真人秀啊 可惜了 我不在现场 没办法给你搞直播 反正史书就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两个人呢 当着唐太宗里面 在病榻前 屏风后 颠锻捣捣风 俗话说呢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二十二岁的李治呢 一下子就被这个 偷藏禁果的欢愉 给弄得神魂颠倒了 这个美妙刺激的感觉呢 一直萦绕在心头 所以即便当了皇帝 坐拥后宫加厉 还不忘抽空 去赶夜寺 和当尼姑的武则天 优惠一下 再后来呢 这段故事桥段呢 大家都知道了 怀着孩子的武则天 从赶夜寺回到皇宫 从一个地位低下的昭仪 一路登上皇后宝座 把原本高高在上的 逗得死去活来的 王皇后和萧淑妃 杀了个干干净净 一个尼姑 单枪匹马 从绝境逆袭 到牧仪天下的皇后 她是怎么做到的 王皇后的妙计 说实话 我觉得呢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啊 真的是很难描述 那些不喜欢武则天的人呢 都把他和李治之间 那点事呢 描述得非常不堪 什么妖魅祸主啊 论论偷情啊 其实转头再想象 男女之间若没有一点 除了男欢女爱之外的 吸引和迷恋 哪里又能长久得了呢 比如李治对武则天 喜欢一个人 是不需要留的 爱一个人 有时候哪管什么 天崩地裂 粉身碎骨呢 唐太宗去世一年之后 李治去祭祀他老爹 别的地方不去 偏偏就去改叶寺 因为那里有他念念不忘的 五妹娘啊 两人阔别了一年 一见面的武则天立马就哭了 没想到李治也哭了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都哭得眼泪汪汪的 可是哭有什么用呢 他再怎么说 也是老爹的女人 难不成 把他从尼古岸里放出去 李治没这能耐 也没这胆量 然而这个时候 有人来帮李治的忙了 劝他把五妹娘呢 召回宫 谁呢 郑公娘娘 王皇后 我们这位王皇后呢 太原王室 那是贵族中的贵族 人不仅长得漂亮 性格呢 也端庄贤淑 绝对是 牧衣天下的不二人选 可惜 太狂犀量 她的确符合皇后 这个岗位需求 却不符合她老公的需求 为人的是太端庄 太正儿八经了 一句话 无确 跟李治相处呢 从不会撒娇卖萌 按今天的话就是 你是个好老婆 可不是个好情人 李治又是什么人呢 一个感性的文艺小青年 喜欢些 风花雪月 你能我能的小情调 您说 她能喜欢这么 断装严肃认真的 王皇后吗 几年下来 王皇后压根就没有 怀上一儿伴女 地位是岌岌可危 李治确实也 一情别恋了 当时最受她宠爱的女人 叫萧淑菲 这个萧淑菲呢 来自赫赫有名的 兰陵萧氏 名头响 人漂亮 关键是脑瓜子还聪明 很快呢 就给皇帝 生下了一儿两女 深得李治的喜欢 在宫里的风头呢 都盖过了王皇后了 眼瞅着自己失宠了 王皇后就想 扳倒萧淑菲 一来二去呢 就想了一个歪点子 李治和武则天之间 那点事呢 王皇后其实早就知道了 别以为她不讨厌武则天 只是眼前危机更重要 她的算盘呢 是这么大的 那既然皇上这么喜欢这个五妹娘 还不如把她招进宫 一来呢 也博得了皇上李治的欢心 二来呢 也可以借这个姓武的手 搬到萧淑菲 此时此刻 这个皇皇后的套路呢 是欲帮象征 渔翁得利 王皇后呢 把她的苦心告诉了李治 李治当场高兴坏了 狠狠地夸王皇后 哎呀 就属你最贤惠了 在王皇后的安排下呢 在尼古安里待了一年的武则天 又回到了宫里 回宫的武则天 距离第一次进宫 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如今呢 她已经二十八岁了 别说在当年 隔着今天呢 那也是一九九一年的中年妇女了 更何况 她还背着跟皇帝乱伦偷情的坏名声 but 但是 那又怎么样啊 中年妇女又怎样 被天下人嘲笑又怎样 对武则天来说 只要今儿跨出了这道门 那就是 蛟龙入海 狠水浅 凤凰展翅 愿天敌呀 到底谁杀死了小公主 武则天 武则天进了宫 但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嘛 连武品才人的职位都没了 只是一个宫女 毫无名分 还得从基层干起 不过 武则天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懵懂的小女孩 五妹娘了 她知道进了宫得站稳脚跟 必须跟三种人打好关系 哪三种人呢 皇帝 皇后和大大小小的宫女们 对李治啊 她是万般柔情 对王皇后呢 她是极尽用心 至于和自己一样的宫女们 她也都能处得来 没几天呢 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 王皇后这个人呢 要是当闺蜜 那是真好 要是当队友呢 那就真是猪队友 武则天在他面前 装的是低声下气 他真以为是天底下 第一贤熟女子 脑子一热 跑到李治面前 把武则天使劲地夸了一番 李治呢 把武则天弄进攻 本来还 啊 追追不安的 哦 现在连大老婆 你都这么夸了 那不赶紧 马溜的给牺牲人 加官进决呢 很快 武则天呢 就被封为二品朝仪 再不久之后 他又生了个儿子 好运气啊 拦都拦不住啊 前面我们说过啊 王皇后呢 让武则天进攻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萧淑妃失控 王皇后的目的呢 确实是达到了啊 武则天入宫之后呢 李治基本上就冷落了萧淑妃了 那么和萧淑妃相比 武则天又胜在哪里呢 萧淑妃 性格豪气 泼辣爽力 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跟武则天非常的相似 不过武则天有的 不只是霸气和泼辣 他还有一份独特的成熟女性的魅力 什么呀 郁姐缝 文艺男青年根本是招架不住啊 偏偏李治呢 又是个性格柔弱的人 还有点恋母 没长大的乖乖男娃呀 对成熟有主见的郁姐呢 不仅是喜欢 还依赖 萧淑妃呢 在这一点上 跟武则天呢 就没法比了 毕竟是年轻呢 还没有经过世代人心的磨练 独占了李治的宠爱 又有了儿子 在后宫里 武则天足以傲视群方 后宫里地位更高的人 现在只剩下王皇后了 这个时候 武则天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嗯 我能不能当皇后呢 我们常说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对于武则天来说 这个梦想还真不一定有多难 结束了一年多 他发现 王皇后这个人呢 压根就没有什么脑子 地道就一傻白甜的 哈喽KT啊 当下这后宫里呢 能与他五妹娘争锋的 基本没有 摩清情况之后呢 武则天终于出手了 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李红 王皇后得知之后 吓得直哆嗦 李红 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他的儿子将来要当皇帝啊 王皇后的担忧 绝对不是胡思乱想 唐长是尊奉道教的 道教的太上老君 就叫李红 现在武则天管自己的儿子叫李红 他是想说自己的儿子是太上老君 转世 是可以继承大唐江山的未来皇帝 直到这一刻 王皇后才发现 自己真的是好傻好天真 他这简直就是引狼驱虎啊 眼前装得跟小白兔一样乖巧懂事的 五妹娘 哪里是萧淑妃能比得了的 追悔莫及的王皇后 转头就找到了萧淑妃 两个之前斗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现在倒是尽气前嫌 结成了统一战线 变着法的在李治耳边说武则天的坏话 李治说 好好好 看我回去怎么治他 到了武则天这边呢 武则天又哭得梨花带雨的跟李治控诉王皇后和萧淑妃 李治之后说 没事没事 我到时候肯定会收拾他们的 李治之所以总是当墙头草 最忌惮的还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家族背景 哪能随便得罪呢 如果长期耗下去 武则天根本就掰不动王皇后 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一夜之间让李治对王皇后的感情大大的坏了 这就是著名的历史悬案 小公主之死 首先我们来看看小公主死亡之谜 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时候呢 武则天就生了个女儿 王皇后呢 前来探望 谁知道 他前脚刚走 后脚李治就来看女儿 结果掀开被子一瞅 小公主 气息全无 怎么皇后刚看完小公主就死了 这桩历史悬案 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欧阳修在新唐书当中毫不客气的写道 王皇后一走 武则天赶紧用被子活活的闷死了小公主 然后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等到李治看到小公主的尸体之后的武则天就嚎啕大哭 李治一问 周围的人知道只有王皇后来过时便大骂道 王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到底是王皇后杀了小公主 还是武则天亲手杀死了女儿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王皇后来探望的时候 小公主还非常健康 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就死了 那么谁又有加害她的动机呢 显然不是王皇后 她性格端庄稳重 即便再讨厌武则天 也绝对不会突然发飙 把一个小公主给害死 再说 杀死一个连封号都没有 未来也不会威胁她地位的小女孩 王皇后除非是抽风了 才会干这种事 而反观武则天呢 她杀死小公主的动机 那是肯定有的 本来呢她性格就是野心勃勃 如果杀死一个女儿 嫁祸给皇后 顺利地半倒对手 这事倒也符合她的套路 但是 各位 咱别忘了一句话 虎毒不食子 后来日本学者 袁百代呢 倒是替武则天辩驳 他觉得呢 后来写历史的人 比如说资质通鉴的司马光 对武则天呢 是很有男女偏见的 事实上呢 当时的史料呢 并没有证据能证明 这个事是武则天他干 袁百代推测 那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小公主 极有可能是死于 一氧化碳中毒 小公主死的时候 正是冬天 唐代宫廷内 有烧木炭取暖的记载 在通风设施极差 科学知识欠缺的 那个时候呢 宫女一个不注意 睡眠中的小公主 吸入过量的 一氧化碳 是极有可能的 所以小公主之死呢 我也没有办法穿越回去 破了一个悬案 人者见人知者见知 答案呢 就留给您去判断了 但不管怎么样 打内之后 李治再也不会当枪头草了 他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了武则天身上 想当妃子 文武百官 集体反对 因为小公主 李治一怒之下 要休了歹毒的王皇后 当时离婚的 不需要分割财产 但皇帝的婚姻 乃是国家大事 牵扯到无数的政治势力 哪能随便说离婚 又离婚呢 李治第一战 就是要去试探 全臣长孙吴继的口风 长孙吴继呢 在唐太宗的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里面 排名第一 在当时呢 他是最有权势的大臣 除此之外 长孙吴继 还是李治的舅舅 当李治携武则天 来拜访他的时候呢 长孙吴继很明白 这小两口的来意 见面之后 李治也不敢直说 绕了一个大圈 说了一堆客的话 还封了长孙吴继 一个儿子当官 然后才支支吾吾的说 舅舅 你看你的儿子 都一个个都这么出色 我呢 王皇后没有儿子 可是武昭仪 当时生了个儿子呢 长孙吴继不动声色的说 饭上了 先吃饭 李治碰了一鼻子灰 只好闷头吃饭 吃了一会儿呢 李治又想了个办法 伤给长孙吴继 一大堆金银财宝 凌罗绸缎 李治就又说 哎 舅舅 我虽然富有四海 但是王后却没有给我生个儿子 哎 你瞧 我朝仪刚刚生了个儿子了 长孙吴继还是说 吃饭呢 来 吃好喝好 从头到尾 长孙吴继都在顾左右而言他 实际上呢 就等于是表了态 他不同意 李治赔了一个官 以及一大笔钱 什么也没捞到 垂头丧气的就回去了 武则天呢 当然也很郁闷 回去之后呢 就想了两招 一 吴绕王皇后在宫里对他扎小人 反正就是往死里泼的脏水 因而 让李治夹封他为妃子 可是按照唐朝的规定 每个皇帝只许配四个妃子 李治的名额呢 早就用完了 李治呢 就想增加一个额外妃子 没想到 这个要求一说呢 大臣们群其反对啊 武招仪你就好好当你的招仪吧 还想当什么妃子啊 武则天逗到这一步呢 总算是看明白了 虽然他赢得了后宫 那又怎样 皇帝连封他个妃子都不能做主 上有国就不点头 下有文武百官群其反对 难道他在后宫的道路 就是区区一个朝仪 那和给唐太宗当才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知道 武则天后来不仅是当上了皇后 连皇帝都当上了 如果说搞定李治一个人 能摆平后宫 现在摆在武则天面前的 是全朝堂的文武百官 如果说之前的争斗 都是后宫争宠 接下来可就是得跟全天下的男人斗 这又是怎样的一场大戏呢 还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李治对武则天 一直这么宠爱呢 如果只是男欢女爱的爱情 那保鲜期也早过了吧 如果我说 他们俩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表面上看武则天的争斗 是他个人的皇后晋级之路 实际上牵扯着深远的 政治权力洗牌 你会不会听我往下说呢 好了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梁晨下回分解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梁晨舟 我们下期再会 后宫换主 武士上位 路上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梁晨舟 这一回咱们继续为您带来蒙曼老师的武则天 上回说到武则天从尼姑安回到皇宫之后 从皇后身边的婢女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后宫最当红的女人 王皇后 萧淑妃这两大权力人物全被她踩在了脚底 眼瞅着皇后宝座是唾手可得 没想到国舅长孙无忌不同意 百官甚至连给武则天加封非子义也不同意 贵族势力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又看不见的网 把李智和武则天是牢牢的锁住 这么一来呢 可就嘎嘎了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还好啊 这个历朝历代的都不缺投机刀把的人 有几个混得一般般的官员呢 这个时候就嗅到了政治风向 这些人呢跟长孙无忌他们不一样 都是一些出身比较贫寒的小官员 他们很清楚理智的心思 皇帝啊 想立这个武昭仪呢 当皇后 这伙人中呢 一个叫李义府的人呢 最为卖力 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业 本应该是一个平常业了 趁别人不注意 这个李义府呢 半夜就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宫 鬼才知道呢 是不是找了什么个理由啊 让皇帝不得不接见他 他呢 反正见到李智就跟李智这么说了 说天下百姓 都盼望着武昭仪当皇后 皇上 武昭仪当皇后呢 是民心所向 你要可怜天下人的苦心呢 啊 这个李智一听 还非常的高兴 啊 但是发现 哎呀妈呀 原来满朝的文武百官 并不是铁板一块呀 也不都是向着长孙无忌吗 兴奋之余呢 二话不说 当场就给李义府升官了 李智这么大一手笔呢 官僚系统里面呢 基本就暗潮涌动了啊 大家的这个小心思呢 就飞飞地活跃起来了啊 李义府说几句话就升官了啊 那不就是说 只要我支持换皇后 也会升官发财 很快呢 像许敬宗这样的投机分子 立马就跳了出来 为武则天 摇起呐喊 李智呢 也趁热打铁啊 召集朝中元老们 商量换皇后的事 元老们呢 自然是集体反对了 长孙无忌呢 自然就不用说了 另一位元老 书法大师 储随良的反应呢 也是最为激烈 老头子呢 苦口婆心 趴在台阶上 磕头如倒蒜 磕得是泄流满面的 说 哎呀 陛下 您要是不听我道 老子就回家种田去 储随良呢 是太宗任命的 托孤大臣 李智哪里敢 让他回家种田呢 但这么一来 闹得大家呢 都很不愉快 这帮人呢 搞得李智是烦死了 老家伙的势力很庞大呀 但李智转头又发现 还有一个元老 没表态 谁呀 一代名将 李济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隋唐演义里面的 徐茂公 要说李济这人吧 虽然是个武夫 哎 但脑子惊着呢 当各位元老 都在那激烈反对的时候呢 这个李济呢 恰到好处的 生病了 啊 每天呢 也不去上班 哎 在家休病假 李智呢 被长孙无忌那些人 怼得很无语 就去试探这个李济的口风 没想到 一脸憨厚相的李济笑着说 陛下 这是您的家事 何必问别人呢 投机分子许庆宗一听 立马喊道 哎呀 老农民多收了点麦子 还想换老婆呢 何况是咱皇上呀 李济这个暧昧的态度 让李济心里彻底是有了底 因为李济手握重兵 他的态度 就是军队的态度 长孙无忌你再横 如果军队不支持 也是白折腾 如此一来 李济也就可以撸起袖子 加油干了 首先被动的呢 就是老陈 楚隋梁 没过多久呢 楚隋梁就被贬了直 给撵到湖南去了 罪名是什么不重要 政治斗争 草堂洗牌老套路 其他官员很快呢 就进入寒蝉 公元655年10月12日 李治颁布诏书 王皇后和萧淑妃 废为庶人 边往岭南 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 实际上呢 这两人也没去成广东 一直被关在后宫 人生如梦 当初斗得死去活来的死对头 转眼就成了同病相怜的破产姐妹 正所谓后宫不开一日无主啊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去劝李治了啊 皇上赶紧再立一个皇后吧 这些套路不用我多说了啊 六天之后呢 武则天就被册封为皇后 这是武则天进宫的第18年 那一年他32岁 最初的梦乡 终于编成了先师 而只不过那位皇帝 从唐太宗 换成了唐高祖 通过不断的斗争 武则天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就好比是毒品 沾了之后 就很难再戒掉 对于权力的强烈渴望 也注定会使武则天 成为一位不一样的皇后 斩草除根 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末路 俗话说呢 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武则天呢 新皇后刚上任 当然是三把火上 又浇了三条油 一股作气 风风火火的干了许多事 先来说说武则天 是怎么处理王皇后 和萧淑妃的吧 这对破产姐妹呢 可怜兮兮的 蹲在冷宫的一个破屋子里 大门呢 被锁得死死的 窗户也都封了起来 只有墙上 凿了个洞 从外边往里边 送吃的送喝的 等于呢 就是这黑牢房 沦落到这个地步呀 也是惨得无以复加了呀 谁能想到 这还不是悲剧的尽头 有一天 李治闲来无事 到处闲逛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就逛到了冷宫 逛到了这黑屋子边上 这个文艺青年的 顿时莫名其妙的 一阵心酸 再怎么说 他们也曾经 是跟自己同传共俭的 皇后和爱妃啊 伤感的李治 对着黑屋子喊道 皇后和淑妃在不在呀 王皇后在里面 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再有 我们现在都是罪人 又怎么担得起这尊号呢 李治当场眼泪啊 差点滚下来 接着呢 王皇后又喊了一句 陛下 若是还念及旧情 请放我们出去重建天日 重新做人 把这个屋子改成回心院吧 李治说 好好好 我会有安排的 然后就走了 我会有安排 这个好像是李治的口头禅呢 但说了不表示就会做 做了不表示就能成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治探视王皇后 萧淑妃这事 吴泽天很快就知道了 吴泽天 一个喧嘞不解耳道林之相 当然不认之事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呢 就处死了 王皇后和萧淑妃 场面呢 非常血腥 稍而不易 但是由于司马光老爷子 在辞职通鉴里面 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番 为了感谢光爷呢 做历史研究的辛苦 我呢还是顺便提一下 小孩子们可以把耳朵闭起来 据其在 吴泽天先生把这对破产姐妹呢 打了一百大半 一百大半哦 这条汉子都被打得泻肉模糊 是半身不随 何况两个细皮嫩肉的女人 王皇后和萧淑妃 被打得不省人事 但这还没完 武则天又下令 剁掉他们的手和脚 并丢进酒缸里 这样的酷刑 不是武则天的首创 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厚 就把他的情敌 刘邦的爱妃欺夫人 砍成这样 学名 人质 意思就是 人跟猪一样 惨绝人寰 庆竹难熟 史书记载 死刑令下达时 王皇后一脸平静 毕竟是大贵族出身 气度不凡 王皇后很傲慢地说了一句 祝皇上万寿无疆 现在武昭仪得势了 我死不就是分内的事吗 萧淑妃就不一样了 这个性子刚烈的女人怒骂道 阿妩害我 愿下辈子我当猫 阿妩当老鼠 我要生生世世的掐着阿妩的脖子 后来呢 民间流传一说法 说武则天呢 被萧淑妃的毒咒给吓到了 从那之后 宫里再也不许养猫 皇帝换老婆 可不是黄鹤老板中年离婚那么简单啊 王皇后死后呢 他的养子 也就是现任太子李忠 吓破了胆 为了活命呢 他便忙不迭地要求辞职 说太子这个职位我不配 我不想干了 李治呢 也早有换太子的心思 他要的就只是有个人来表这个态 武则天的狗腿子许静宗呢 当即跟李治表示 太子真是高风亮节 我们应该成全他的当圣贤的愿望 李治赶紧回答说 对对对 许先生你说的对 就让他赶紧走吧 于是呢 李忠被废 武则天的儿子李宏 就是那个和太上老君同名同姓的人 成为了新一任的太子 母一子贵 武则天的皇后之位呢 基本上是坐稳了 但是朝堂之上 那些文武百官 跟他还不熟了 也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武则天的皇后要想当她稳 路还很长 武则天与李治的奋斗目标 当上皇后并不意味着武则天就此高枕无忧了 大唐的朝堂之上 还有许多人可以把他拉下马 政治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些元老大臣当初可以说是同仇敌忾 共进退 坚决反对武则天当皇后 再说了 李治又不是什么专情的种 如果哪天又跑出来一个刘妹娘 李妹娘什么的 跟着这帮人一起哄 没准武则天也会去小黑屋里领便当了 当然了 武则天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更不会等对方出手 但初反对武则天的元老里面 口号喊着最响亮 最来劲的 就是楚岁良 莱记和韩怨这哥仨 楚岁良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个老爷子呢 因为表现得太过热情 已经被一脚踹出了长安 被贬到了湖南 剩下的呢 就是莱记和韩怨这两个元老大臣了 怎么对付这两个政治老手呢 那一上来 武则天呢 并没有给这两个人罗职罪名 相反呢 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他当上皇后的第三天呢 就请求李治来褒奖 莱记和韩怨 理由是 当初这两个人仗义直言 真是好榜样 武则天你是真是唱了哪一出呢 其实呢 就是一边麻痹这两个人 一边呢 给自己弄个贤德的好名声出来 这两个老家伙呢 果然就上了当 特别是韩怨 观察了武则天好一阵子 发现这个女人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哪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对付呀 果然 韩怨就开始为老战友储随良名冤了 啊 这一喊呢 就捅了马蜂窝 惹毛了李治 李治怒气冲冲的说 你呀忘了当初他是咋对我的是吧 咋顶撞我的是吧 你现在倒来替他冥冤了 韩怨呢是好心办了坏事 为了平息皇帝的怒火 忙不迭的把储随良扔到广西桂林去负责军事 武则天呢 本来正愁抓不到韩怨的把柄 如今呢看到韩老头自己送上门 喜笑眉梢啊 果不其然 武则天的狗腿子徐静忠再次上阵 上了一道奏书 说扁储随良去桂林负责军事是名声暗将 别有居心 因为桂林是驻扎重兵之地 韩怨真是打算借此机会 让储随良掌握军队 到时候搞理应外合 这封奏书的理由呢 实在是弱智啊 然而竟然通过了 关键呢 是还顺便构陷了本来没参合的莱记 储随良 韩怨 莱记这哥仨呢 便成功的组成了倒霉三人组 从此呢 就走上了三条不轨路 啊 莱记呢 就被贬往了浙江泰州 虽然泰州现在很富有 但是在当时呢 却是一个破地方 不过去泰州呢 也算不错了 毕竟 韩怨都被贬到三亚的 天涯海角去了 嗯 储随良呢 老爷子就更惨了 他被贬往了爱州 这个地方呢 有个爱字 听起来很美好 然而爱州在哪里呢 就是今天的越南的青花 按照今天的概念 基本上就被驱逐出境了 可怜了储随良老爷子 哪里经得起这番折磨呀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 凯书界神一样的人 一年之后就病死在爱州了 听到这儿呢 您可能会觉得 这个武则天怎么 见谁虐谁啊 怎么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错 一个皇后哪里有 贬折大臣的权力啊 这些事还不都是皇帝干的呀 因此呢 武则天的所作所为 正好是符合了李治的心思 实际上他就是为李治代言罢了 为什么李治这个看上去的老好人 下手会这么狠呢 我们在第一集就提到过 在当时呢 关隆贵族是很有势力的 像储随良相的元老 又是贵族 又是托孤大臣 国家大事乃至个人生活 处处都能对李治指手划脚 李治堂堂一个皇帝 想干点什么事 必须要看这些人的眼色 心里当然是很不爽了 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道理 不信呢 您各位想想历史上 那些托孤老臣的下场 康熙杀欧拜 真的都是欧拜的错 哪有那么多个人恩怨 托孤老臣 既是前任皇帝 赠送给继承者的大礼包 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不过我们也提到过 李治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懦弱 说难听点就是比较怂 即便是很不爽 也不敢干点啥 但是遇到武则天之后 这个李治突然就变得来劲了 因为武则天的强势性格 和政治手腕 让李治就有了依靠 有了主见 也有了干劲 因此武则天要做的事情 李治不只是默许 而且还推动 离武则天当皇后 就是李治对旧规矩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挑战 果不其然 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 理由也很简单 皇后必须出身世家大族 武则天祖上就是个女腿子 其实按道理说 只要皇帝高兴 找谁当皇后都可以 然而为什么非要找个贵族女子呢 这就可以看得出贵族们的用心 他们不仅要掌握朝政 也要在后宫中进行权力上的布局 不过在武则天的帮助下 李治成功地跨过了这道坎 立武则天当了皇后 可以说呀 在这场斗争之中呢 李治是为了巩固皇权 那么武则天又是为了什么呢 很简单 为了自己的身份 武则天出身寒门 也受了不少白眼 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他必须要搬到那些贵族 但仅凭他自己一个人 没有大臣们的支持 也绝不可能做到 因此呢 他便开始笼络那些和自己一样 同样是出身寒门的官员 比如许敬松 比如李毅甫 这些人之前的职位呢 都不高 但是在武则天时代呢 却一飞冲天 这么一来呢 您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李治和武则天的出发点 虽然不同 但目标却是相同的 利益是共享的 哦 所以说 李治和武则天之间的缘 不只是男欢女爱你弄我弄的那条屁事 用现代的话说呢 人家是一对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夫妻啊 是共同进退的创业伙伴呢 他们代表着黄泉和韩本 向传承了数百年的贵族阶层 宣战了 接下来 这对革命夫妻就要直面最大的对手 百官之手 关隆贵族的领头人 皇帝李治的亲舅舅 长孙吴继 就在武则天 吊打倒霉三人组的时候呢 百官之手 长孙吴继又在干啥呢 哈哈哈哈 他在编书 哎是的 你没有听错 大唐朝最有权势的宰相 长孙吴继呢 整天就在这折腾这事啊 长孙吴继呢 确实也是个全才了 他编写了两百多卷的史书 也编写过永辉律 著作等身呢 为中国的历史学和法学的 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当时的权力风暴面前 这一切都不是假分享 长孙吴继呢 之所以如此低姿态 是因为他已经看清了 朝堂大事 他要急流勇退 希望可以明哲保身 长孙吴继可能认为 他好歹是李治的舅舅 李治看在这一点上 或许会放他一把 不知道长孙吴继是不是忘了 他本身就是 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 在唐朝的权力斗争中 连兄弟情 母子情和父子情 都是狗屁 你一个舅舅 又算老几呀 不好意思 革命夫妻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这棵大树不绊倒 小夫妻俩放心 不过想要绊倒长孙吴继呢 也可没那么容易 长孙吴继呢 也算是当了整整三十年的宰相 功劳很大 在朝中的势力是盘根错节 夫妻二人组呢 没有正面强钩 他们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手法 步步推进 定点突破 干掉倒霉三人组 也可以说是革命夫妻 向长孙吴继宣战的第一步 毕竟啊 那哥仨呢 和长孙吴继都是老战友 关系特别好 接下来呢 长孙吴继的表弟 太长青高吕行 被一脚踹出了长岸 被打发去了四川 而长孙吴继的堂兄 功不上书 长孙祥也挨了整 被撵到湖北荆州去了 如此一来 长孙吴继在朝中的羽翼 被捡得干干净净 国舅成了一名孤家寡人 这是长孙吴继 三十年官场生涯的最大危机 他第一次产生了一股 绵长的孤独感 这个聪明绝顶的老人 并没有反抗 他明白 这一次的暴风雨 他怕是逃不掉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 险庆四年 有人上报一起违法案件 作案的是两个小官员 一个叫韦继方 一个叫豊朝 罪行的是结交权贵 组建彭党 这本来是个很小的案子 把这哥俩打一顿 隔个直就完事了 然而武则天 却从中发现了机会 他再一次派出了 刚晋升宰相的狗腿子 许静松 去好好地审理一下 这个案子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就好比是 某某小区的二大爷 说家里被贼 偷了几千块钱 上头得知之后 能让最高检察院院长 亲自去调查这个事情 你说这里有没有大文章 老油条徐静松 当然明白 皇后娘娘是什么意思 她忙不迭的 就上阵了 徐静松呢 也不讲究什么 审理案件的逻辑 反正这种事情呢 根本也就没有啥逻辑 上来呢 把这哥俩 先是一顿毒打 抽的这两个人呢 只能在那嗷嗷叫 徐静松一边抽人 一边暗示他们 只要你们说 你们结交的是权贵 长孙无忌 我就放了你们 赶紧的 打 别磨叽 徐静松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俩二货太缺心眼了 特别是伪继方 这个徐静松呢 就拼命暗示 让他们招供 跟长孙无忌 扯上关系 结果这个伪继方 就是不愿意 为啥呢 一呢 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二呢 是这哥们 他也不敢和国旧 缠上关系 然而我们只能说 韦先生 您的政治觉悟 实在是太低了 真的不适合 混官场回家去吧 当然了 伪继方被抽的 没办法了 又不敢认罪 竟然呢 是一头撞到墙上 想要一了百了 然而呢 咱们这个韦先生 这撞墙的水平 实在是不达力 头撞了墙 人没死 又被救活了 徐静松就想啊 我去 我从来还没有见过 这么蠢的货 算了算了算了 费了半天劲 还不如我自己编呢 最后呢 徐静松便写报告说 维继方已经招了 他和长孙无忌 联合在一起 准备谋反 一个无品小官 和堂堂的当朝宰相 兼国旧 联合起来搞谋反 用猪的脑袋呢 都能想出来 这是扯淡 不过这已经够了 李治听说这件事之后呢 根本不去考虑 长孙无忌 是不是老年痴呆 干出这种蠢事 立马呢 就装模作样的 哎 表示了几句 说舅舅受到小人挑拨 对我有点猜疑是可能的 怎么就走到谋反这一步呢 反正呢 就是话里话外 李治呢就是相信 并默认了 长孙无忌要谋反 接下来呢 长孙无忌被剥夺了 所有的职位 人也被发配到重庆一带 到了这个地步啊 您可能觉得 长孙无忌已经挺惨的了 对不起 在武则天手下 只要更惨 没有最惨 三个月后呢 李治便下令 进一步的查清长孙无忌 谋反的案情 派了一个叫 袁公渝的人呢 去重庆 露口供 这位袁先生 到了重庆之后呢 直接对长孙无忌说 先生啊 您就自行了断吧 省得我再费事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自杀了 朝廷之下 风云变幻 几番番云赋予下来 文武百官终于意识到了武则天的厉害 长孙无忌 这样看似挪不动的人 在他手里轻轻松松的就被收拾了 长孙无忌死后 以他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呢 也就倒了台 借着武则天之手 李治完成了政局大洗牌 打那之后 李治再也不用面对那些 让他心烦的贵族老爷们 贵族时代的落幕 寒门的兴起 便在这一过程中 悄然完成了 而这 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剪除贵族势力 武则天的皇后之位 彻底稳定下来 那么 武则天接下来 又将何去何从 且听下回分界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五皇后的政治宣传手段 各位路上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梁辰忠 今天呢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蒙曼老师的武则天 上一回呢 我们说到 武则天理智小两口呢 联合了一批寒门出身的官员啊 前朝后宫 彼此呼应 几番云作下来呢 哎 武则天终于当上了皇后 随后呢 武则天又以雷霆手段 悄生息的搬到了朝中几个元老大臣 就连国舅长孙无忌的势力 都被瓦解了 当然了 这么颠覆性的朝局洗牌 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政治大变局呢 自古以来都是波鬼云厥的险象还生 武则天的这一路打怪升级 他的老公唐高宗李志同学 始终陪伴左右 上一项我说了 人家不只是亲密的爱人 还是亲密的战友 搬到这些朝中的老家伙 他们两口子的好处多多 李志强化了皇权 武则天巩固了皇后之位 不得不说呀 这两口子当政的年代呢 就连唐太宗都忌惮几分的豪门贵族势力 被小夫妻俩打得是七零八路 收拾完朝中的元老呢 两口子就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小朝廷 作为新任的国母 武则天呢 肯定要做一番表率 以便目移天下 各位还记得电视剧里 范冰冰穿的一身 银路花生奶戏服吧 电视剧里的大场面呢 还真没冤枉 您看他啊 又是参加义议工作 又是衣尽还乡 还带着李志回并州老家 请客吃饭 打败宴席 李志呢 严格坚守夫妻相处法则 第一条 老婆大人永远正确 第二条 老婆要是错了 自觉参考第一条 为了证明老婆大人永远正确 李志一口气 赏赐并州 所有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 每人一个无品爵位 昭示天下的宣传工作 做到位了 小夫妻俩呢 又马不停蹄地回宫 继续去搞形象工程 那武则天呢 趁热打铁 和他们老李家的这个亲戚 子侄 抓紧时间培养感情 之前呢 萧淑菲不是生了个儿子吗 王皇后不是还领养了一个 前任太子李忠吗 虽然这个时候 武则天已有三个亲儿子了 但对这两位皇子 武则天不仅没下毒手 反而尽力展现自己仁慈的一面 该赏的赏 该疯的疯 形势不同了 此时的武则天呢 需要的不是斩尽杀绝 而是扮演好皇后 这个政治角色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配合武则天的演出的啊 比如他那两个同父异母的亲哥 娘家人拆台 这种事呢 也是让人迷之不可理解 第一讲呢 我们提到 武则天小的时候呢 曾经被这两个哥哥是好一阵欺负 现在武则天当了皇后 再这么说也是自己亲哥 好吧 封个大官吧 连同两个堂哥一起封赏 可是这几位爷并不买账 有一天呢 这个武则天的母亲杨夫人呢 请这几位爷吃饭 席间杨夫人说 你们当年算是看走眼了吧 如今你们的荣华富贵 还不是我们母女俩给的 说实话 这话哥谁身上也很烦躁 对不对 特色啥呀 但是要是圆滑一点的 就比如我吧 反正呢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顺着他的意思敷衍两句 这事也就完了 可是武则天的堂哥 武为良偏步 他冷冷的顶了一句 我们之所以能当官 那是因为我们是功臣之后 和皇后有个猫的关系啊 意思就是 要感谢 得感谢我爹当年 跟高祖打天下 你们母女 一边欠 当场气得肝疼啊 第二天呢 便奔到皇宫里边 跟女儿是一顿吐槽 狠狠地黑了一把五元庆 五元爽 结果呢 也不难预料 武家兄弟几个一起挨了整 再加上过去的过节 辛仇旧恨一起算 武则天俩听歌都被贬到外地 不久之后 一命呜呼 该赏的都赏了 该整的也都整了 周围人也知道 这武皇后的手段很厉害 接下来 皇后武则天要做一件大事 修正武家门第 前面我们说过 隋唐那会儿呢 是贵族社会 最有名望的就是那几个大家族 什么山西武家 不入流的小姓 各位请注意啊 不要以为武则天 重视门第出身是好面子 人家这是营销造势宣传的需要 任何年代 任何领域 要是你没个唬人的名头 人家不会认你的 把会掏钱买你东西的 你就好比说我 梁晨 一不是国家级演员 二不是著名的网红 三不是什么专家大咖 放个照片 说出去 说我讲书好听 一般人还不信 您说气人不气 确实很气人 好了好了好了 说回武则天修改门第这事吧 当皇后吧 不把自己的出身门第 弄成个贵族 出席个国家会议 参加个什么外交活动 宣传材料上也破好看 对不对 这就跟某某企业家 某局某厅 有钱有钱还不够 还要弄个大学博士头衔 一样一样的道理 您看啊 元老贵族都被打倒了 寒门官员呢 登堂入室 官僚系统洗牌 社会风向也大变 这个时候呢 一本全新编撰的 姓氏录 横空出世了 在江湖上的广威流传 在这本姓氏录里呢 皇帝李家排第一 皇后武家排第二 接下来便是按照 朝中大臣的等级 一个个的往下排 这本姓氏录呢 完全秒杀了过去的 什么柏林崔氏 太原王室 这类的老贵族 皇帝皇后 以及新上台的 寒门人士 各路人马 一路狂点赞 转发评论打响 我的天哪 比你们送给我的 热烈多了 千万不要小看 这本姓氏录 你以为它就是一个 民间流传的 十万家网文 或者什么超级畅销书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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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 政治宣传手册 它彻底动摇了 隋唐时期的 门第观念 以及贵族政治的基础 打内之后 中国的贵族时代 便逐渐走向了尾声 一个新的时代 即将来临 夫妻本是同龄鸟 权力面前 不识君 对于武则天的种种政策的 李智呢 是相当受用啊 革命夫妻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好到他俩忍不住到处虐狗秀文艾 显庆六年 小夫妻俩派人在泰山立了个碑 还特意呢 做成了鸳鸯的形状 简直是甜蜜的 不要不要的 可是呢 就像今天说的 秀文艾死得快 没几年呢 他们俩就火星撞地球了 要说呢 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呢 跟今天寻常夫妻闹离婚差不多 首先呢 是李智生病了 后世史学家揣测啊 他得的应该是心血管之类的病 没法根治 只能养着 但是李智是皇帝啊 每天各种国事大事都等着他呢 哪能成天躺床上 但所谓病来如山倒 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国旧物 也可以去给他分忧一下 国家大事呢 还能指望谁啊 除了这个能干的老婆 也没人更合适了 再后来呢 他病情是越来越重 武则天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 文武百官呢 也一日日的习惯了女主当政 各位 在公司里呢 就不要随便请病假啊 休个长假 生个娃什么的 岗位就被人顶替了啊 特别是那些没有人性的大公司 李智 这不就血淋淋的案例吗 包括还真别说啊 李智休假的那几年呢 皇后的业绩刚刚的 政府报告里最大一单收入就是 唐朝东征朝鲜半岛 灭掉了连隋阳帝和唐太宗 都没搞定的高宫礼 据说呢 捷报传来的时候呢 李智高兴坏了 啊 能娶这么个聪明能干的老婆 他自己也很骄傲啊 可是 这样的共同感情并不会太长久 正所谓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这大唐的天下 到底是姓李的皇帝说了算 还是姓武的皇后说了算呢 权力就是毒品 权力就是春药 一旦沾上了 就无法自拔 李智和武则天 谁都不愿意放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皇帝与皇后的矛盾 也一日一日地浮出水面 朝中的百官也走向分裂 不少官员开始站队了 这么一来 帝后之争便上演了 帝后之争中呢 李智率先出手 干掉了武则天的亲信 李义甫 这个李义甫呢 曾经是武则天 清理朝中元老的核心大手 此人笑里藏刀 心狠手辣啊 发起之后呢 李义甫的所作所为 也是相当的猖狂 被无数人打插平 但因为当时帝后一心 不管李义甫怎么胡闹 李智都会护肚子 现在李智和武则天不合 李智当然不想再罩着他了 李义甫这个人呢 可能是祖上穷怕了 为了捞点钱 竟然猖狂的卖官买官 宁马标价 闹得是个乌烟瘴气 李智呢 本想敲打敲打他 就告诉他说 李先生啊 听说您家的儿子和女婿 有点狂的 我帮你把这个事情 给压下去了 你可要严加管教啊 你猜李义甫是怎么回答李智的 李义甫说 谁他妈搞的咪 然后转身就走了 把个皇帝李智留在原地 发呆 好脾气的李智 当场气得是 欺笑生烟啊 你马李义甫你算老几 居然敢在王帝老子头上撒野啊 不知你我还是大藏的天子吗 没多久 李义甫就被治了罪 发配到当时 还是不毛之地的四川西昌去了 后来 幸不如命的死在那里 如果今天李义甫阴魂不散的话 他倒是可以经常看到 我国火箭发射的盛况 李义甫出了事 武则天当然是想抱他 毕竟是心腹嘛 结果是功亏一篑 武则天第一次见识到 自己的老公不是哈喽Kate 心里有点发虚 不过李义甫的倒台 只是个开端 更厉害的事情 还在后面呢 武皇后的如梦冲醒 这天下终究是男人说了算 啥事能比李义甫的倒台还厉害呢 李志想要跟武则天离婚 之前被他们撒狗粮的吃瓜群众啊 此时此刻惊得下巴掉一地啊 打回事打回事 好好的革命夫妻怎么说离婚就要离了呢 这个事呢 说来话长 武则天有个亲姐 姐夫姓贺兰 很不巧这位贺兰先生死得很早 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木 武则天发达之后呢 便把姐姐一家接近宫里照顾 但是让人落耳朵的是 李志竟然和这位姐姐搞在了一起 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谁知道还要防亲姐姐啊 跟老婆的姐姐搞在一起 这事已经够得上娱乐圈头条了 但这还没完 这位贺兰夫人呢 还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李志 这个画面太无计八糟了啊 再给我来两个计 不过不要惊叉啊 老话说呢 这种事情在唐朝皇室 基本上也抢不到娱乐头条 身为女人呢 武则天当然要气坏了 但身为皇后 她能怎么样呢 李志呢 跟外甥女儿打得火热也就算了 还打算把她纳为妃子 这下武则天真是气坏了 李志啊 你真的是有病啊 这个时候很多吃瓜群众就好奇了 那武后这下要怎么办呢 谁曾想还没等泼辣的武后出手 后宫就风云突变了 有人告发武则天 说皇后请了道士 在宫里做法 要扎别人的小人头 扎小人 这种小伎俩 还真不符合武则天的行事手段 好吧 再说了 他既不会诅咒当朝天子李志 毕竟呢 皇帝倒台对他一毛钱没有好处 更不会用毫无打击力度的法术 去对付自己的外甥女儿啊 那么这么子虚无有的栽赃又是谁干的呢 很简单 李志本人 李志的动机呢 也很好猜 他就是想寻个错处呢 把武则天给废了 现在呢 借口有了 他就找来宰相上官仪来商量 上官仪呢 是儒家文化的骨灰级粉丝啊 最讨厌女人干政了 既然皇帝有这个心思 上官老头 二话不说 表态啊 武后 资意赚全 您得废了他 顺便还给李志洗脑啊 说支离国家 从来都是男人的事 女人一插手 就叫聘机私沉 什么意思啊 就说母鸡大名 天下大乱啊 李志被说的是来人点头啊 是是是 上官先生高见 那上官先生 给我写一道废后的诏书吧 上官仪呢也不含糊 三下五川 写好了诏书 拍拍屁股就走了 但是 就在李志和上官仪 草拟废后圣旨的时候 吴泽天安插在宫里的眼线 已经同步传递了最新的消息 吴泽天几乎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据说他当时是一个百米冲刺 风风火火的出现在了李志的面前 下了李志一踏跳啊 上官仪诏书上的墨汁还没干呢 哎呀妈 这个时候呢 吴泽天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啊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你屁肖啊 你是我还是夫妻啊 我什么事都没做 你为什么要休了我呢 直哭的李志心也软了 泪也流了 脑子也蒙了 李志想来想去 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低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啊 我本来没有几个想法 都是上官仪教我的 可怜的上官老头就这样被上司甩了锅 遇到这样的领导 关键时刻推你入坑拉你垫背 哎 这个老头的人生呢不用想 棺材铺的生意来了 上官仪很快就被投入了监狱 死了 这件事平息之后 吴泽天明白了一个道理 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后 但李志要想收拾他的话 只需一道圣旨 如果不向前一步 命运还是掌握在那帮臭男人的手里 捏死他和捏死一只蚂蚁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双圣灵朝 天后 驾到 躲过这一劫难 武则天大彻大巫 他权力再大 终究只是个女人 地位再高 高不过皇帝 只要有人说一句 女人不可干政 李志一直招数 就可休了他 他手里的权力立马就化为泡影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李志本人倒陷入了肺后没搞成 愧对上官仪得罪老婆的双重碾压当中 武则天呢 就趁此机会对李志说 你看 都是上官仪那个糊涂老家伙给你出的馊主意 害你差点办错事 不如以后我和你一起上朝 凡事有我帮你参谋参谋 李志呢 正愁没什么办法哄老婆呢 听他这么一说 赶紧就答应 于是 历史上首次双胜临朝的局面出现了 紧接着 垂帘听政的武则天还积极鼓动李志 皇帝皇后一起上泰山风扇 搞些大场面 弄些大新闻 让文武百官 以及天下如生看看他和皇帝是平起平坐的 再后来 李志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则天的地位越来越高 到了上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四十七年 武则天又玩出了新花样 他对李志说 老公 仔细想想 我们真是不孝顺呢 李志听完就纳闷了 我们咋就不孝顺了呢 武则天说 我们给先帝他们家的荣誉称号不够啊 比如说 咱爹就叫太宗吗 应该喊他文武圣皇帝 咱妈长孙皇后 应该喊他文德圣皇后 李志点点头说 老婆说的对 随后呢 武则天又说 既然祖宗们都用了皇帝皇后的称呼了 我们要避讳 咱们不叫皇帝皇后了 改叫天皇天后 别笑啊 这个和日本天皇一样的名字 就是出自武则天娘娘的巨大脑洞 这哪里是尊重祖先了吗 分明是疯狂扒告自己好吧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李志也挺嗨的 哦 从今年起 我就是天皇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武则天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现在叫天后也好 权倾天下也好 但是那又怎样呢 如果哪天李志 狗屁着梁放光芒了 自己的权力基础不借 也就散了嘛 武则天回头一看 哎 太子李红的势力 已经慢慢起来了 李红 就是那位和太上老君 同名同姓的孩子 正所谓 有其父必有其子 李红比他老爹 李志的身体还要差 性格超级敏感 特别爱哭 是个不折不扣的怂包 连太上老君 也保佑不了他 但李红毕竟是太子啊 终于有一天 他是要接班的呀 就在李志躺在床上 哼哼唧唧的时候 太子李红 免不了要去监国 大臣们都知道 这小子就是亲定的皇帝了 很多人呢 就开始往他身上贴 渐渐的 李红的身边 不知不觉的聚集了一帮人 武则天对此很是头痛 儿子娶了媳妇 都能忘了娘 当了皇帝 那娘不是更没地位了 就在武则天心烦的时候 李志又跑过来 交了一把油 他对李红说 儿啊 爹快干不动了 哪天 爹就退休 让你当皇帝吧 这话没说完多久 上元二年 李红正和爹妈 一起巡视东都洛阳 突然人一下子就挂了 按照这个官方的说法呢 李红是病死的 但在唐素松当政的时候呢 就有大臣表示 武则天贪图权力 毒死了太子李红 黑武则天的专业户 欧阳修呢 在他的新唐书里 对这些说法一顿狂点赞的 反正后来都说武则天 杀了自己的儿子 真相到底如何 我也不知道 就跟小公主事件一样 请您自行判断吧 李红死后 替补太子李贤 就顶了哥哥的班 形成了新一届的 未来领导班子 李贤可比山寨版 探上老君李红 要厉害得多了 这小子精力充沛 关键是人极聪明 欲视有主张 武则天呢 其实挺怕他这个儿子的 起初呢 他想好好地调教一下 送了两本 教你怎么做儿子的书给李贤 然而李贤看都懒得看 啪的一下扔到边上去了 分明呢 就是没把他妈放在眼里 武则天这下又被惹毛了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不久之后 有人告发李贤 生活作风有问题 堂堂的个太子 竟然包养男宠 太不像话 而经过这个案子 又牵出了一起杀人案 最后呢 是一环套一环 生生的是套成了五环 然后就开始唱 啊啊啊啊啊啊 没有这个啊 没有这个 反正就是经过了一番复杂的推理 得出了结论 太子李贤想要谋反 哦 这个结论实在太奇葩了 毕竟呢 现任皇帝李贤 都是要进棺材的人了 天下迟早都会是太子李贤的 那为什么他此时此刻 要来搞谋反呢 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但不管如何 罪名成立 甚至李贤替儿子求情 都没有用 武则天大义灭亲 把李贤废为庶人 接着第三个儿子李贤 被立为新一人太子 女皇即位 天下大舟 陆上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梁晨舟 这一回呢 继续来为您讲述一代女皇 物无则天 上一回我们说到啊 武则天和后宫斗 和皇帝斗 和全臣斗 最后呢 和自己的儿子斗 越斗越勇 越斗越成功 在唐高宗李贤死后呢 先是太子李洪继位 然后莫名其妙了就死了 接着李贤当了太子 结果母子大斗法 李贤呢 被安了个谋反罪名 变为庶人 再然后李哲接班 也就是李贤 当了三十天皇帝 就被武则天赶下了台 最后轮到了小儿子李旦 继位接受母亲的考验 这个李旦同志呢 基本上就是个傀儡皇帝了 大权呢 都掌握在武则天手里 这个时候呢 武则天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当皇帝呢 在他心里 当然必须是可以的呀 反正没人敢说个不字 不过当皇帝这件事呢 不能由武则天自己提呀 最大的麻烦是 自从这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啊 还没有女人当皇帝这把事啊 为了这件事呢 武则天大搞改革 给全民洗道 一是建明堂 因为儒家的典籍周理说了 宣元皇帝亲手建造了明堂 上课通天 下课达人 像什么朝会啊 祭祀 庆典等等国家大事呢 都在明堂举行 主持办这些事的人呢 就叫寿命于天 待天之人 第二项政治改革呢 还是洗脑 什么呀 改革文字 不要小看了武则天 改革文字的政治意义啊 他的改造文字呢 主要体现在 造新字上 像什么天呢 地 日 月 正国 人 一大批常用字呢 都是武则天改革文字的对象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从全天下所有人都必须要使用的文字上 塑造一种武则天需要的 有别于过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还有世界观 最鲜明的例子啊 武则天的名字 武赵 就是日月当空 你看 即便到了今天 武则天的人连同他的统治都过去了一千多年 可这个字 只要中国历史存在 就一直会流传下去 您说武则天厉害不厉害 可是 搞了这些粉饰工作 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他想称帝呢 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统治的合法性 在古代啊 当皇帝必须顺应天意 顺应明星 武则天想把皇帝这个名头做实呢 这个故事怎么讲才能讲圆呢 一个叫薛怀义的和尚 非常恰到好处的登场了 薛怀义原名 冯小宝 本是街头卖药的药饭子 反正因为各种原因吧 冯小宝呢 就成为了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 宏集一时 不过 让一个男宠成天在皇宫 进进出出 实在是有点扎眼 武则天呢 便让冯小宝 替发当了和尚 改名薛怀义 继续为武则天服务 有一天呢 武则天就跟这个薛怀义说啊 你去搞一个全国佛教界的理论研讨班 专门研讨一下 看佛教经典里 有没有女人执政的记录 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 那为什么武则天别的不找 偏偏要在佛教里面找证据呢 这是因为啊 在唐朝 整个社会有三大思想体系 分别是儒家 道教和佛教 儒家绝对不行 儒家从根本上反对女性参政 动不动就说什么 聘机私臣 为家之所 道教也不行 因为礼堂皇室尊崇道教 你总不能说 用人家的祖用 去隔人家子孙的命吧 所以武则天呢 可选择的只剩下佛教了 当然 他本身呢 就跟佛教渊源很深 他妈就是佛教徒 他自己呢 还当过尼姑 你还别说 薛怀义还真完成了任务 他翻到了一部 叫做《大云经》的经书 这本书呢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里面讲到了一个 天女静光的故事 大意思就是说啊 佛祖释迦牟尼对静光天女说 你将降生于人间 成为女王 天下之人 都将崇拜归顺 啊 武则天大喜过望啊 终于找到了一个佛家典籍 支持女人当皇帝的了 不过他觉得这还不够 他对薛怀义说 经是好经 但人民群众看不懂啊 您呢 得把它翻译的通俗一点呗 薛怀义呢 新领神会 很快的一个普及版的大云经书 大批量的发往全国各地 最狠的是 这帮和尚呢 哎 把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的弥勒佛 也搅合到静光天女的故事当中去了 最后就演化出了一个通行全国的故事版本 太后就是弥勒佛将生 必当取代大唐皇帝 成为人世之主 弥勒佛化身为太后就是来当皇帝的 当完皇帝之后 还是要回去成佛 很快呢 钦定版的大云经书呢 畅销全国 各级基层干部都要学的呀 神州各地兴修佛寺 高僧佛学版搞得如火如荼啊 哎 您看经过佛教徒这么一炒作 武则天这个女主的名分 是不是天经第一了 接下来的套路呢 就该是万名请愿了 在薛怀义的策划组织下 先是李唐王室的老家 关中人浩浩荡荡的几百人上奏书 请武则天顺应名义当皇帝 改唐为周 武则天当然是开开心心的一口拒绝了 第一点不够 还要再走一边程序 在古代中国呀 别人要是要请你当皇帝 你是不能立马就答应的 先得做足了姿态 让别人看到你是多么的谦逊 多么的身不由己 一般呢 来到第三次之后呢 才能无可奈何的接受大家的请求 好了 那第二轮请愿就开始了 这次呢 是文武百官 远近民众 各国使臣合上道士 乌洋洋一共六万多人 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 一个个呢 跑到洛阳宫外 一哭二闹三上吊 嚷着 太后啊 你赶紧当皇帝吧 赶紧赐福于万民吧 你不当皇帝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这真是实在是太可怕了 连傀儡皇帝李旦 也吓得进入了 这个请愿队伍当中 李旦呢 急急忙忙的上了一道奏书 请老妈赐予他信物 三请三让 做戏做全套 武则天呢 这才假装很无奈的说 民意就是天意 如果我再不接受万民的请求 那就是违背天意了 公元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 改国号为周 定督洛阳 并把洛阳改成神都 这一年 武则天六十七岁 距离他十四岁进宫 经过了五十三年 也就是半个多世纪的战斗 终于站到了权力之巅 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诞生了 库立与贤臣定存的 五皇时代 武则天刚当上皇帝 立马发现危机四伏 因为什么 人心隔肚皮 对于女人当皇帝 许多人嘴上不说 私下里呢 却很反对 武则天决定呢 将这些潜在的不安分子 消灭在萌芽状态 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判断 谁是敌人 谁不是呢 武则天这个时候 用了两招 全民告密 和库立逼供 武则天呢 找人定做了一个铜盒子 起初呢 是放在洛阳的朝堂上 这个盒子呢 有点像今天的油桶 四四方方的 各有一个口 分别供百官 投入自荐信 建议信 告密信 和深渊信 这个盒子的功能 看上去挺齐全 然而没有多久 他就只剩下 告密一个用途了 一件像呢 本来只设在朝堂上 供各级官员来投递 建议呢 武则天不满足了 他认为呢 告密应该搞成一场 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啊 武则天呢 随即颁布了一个法律 全天下人 所有人都有告密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阻拦 一时之间呢 各地告密的平民百姓啊 齐聚洛阳 武则天呢 一个个亲自借鉴 倒也不觉得麻烦 对于告密者呢 情况属实的 立马提拔当官 胡编乱造的 也不会有啥危险 直接打发回家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 告密运动呢 呃 着实把各级官员 是吓得要死啊 武则天呢 也就达到了震慑百官的目的 除此之外呢 武则天也要从 告密者里面寻找人才 也就是苦力 武则天前前后后 一共招聘了27名苦力 这里面最大名鼎鼎的 就是莱俊臣 这位莱俊臣先生呢 是咱们中华成语 此库的卓越贡献者 他就首创了 请君入瓮 这个成语 此人的原先是一个痞子 因为杀了人 被判了死刑 但在那个人人告密的年代 莱俊臣 竟然找到了 告密这条活路 莱俊臣说要告密 监狱长不敢阻来 让他大摇大摆的 去了洛阳了 见了武则天了 莱俊臣呢 又能说会到 人呢 长得还挺帅 要我说呢 武则天一辈子 也都有个毛病 爱看脸 属于外貌解惠的 他大笔一挥呢 特赦了莱俊臣 还提拔了他 莱俊臣也就成为了 武则天最重用的一位酷吏 俗话说 360行行行出状元 这个酷吏要是有状元的话 那一定是莱俊臣 莱俊臣硬是把刑讯逼宫啊 玩成了一门艺术 除此之外呢 还编了一本书叫做 罗之经 专门教人如何制造冤假错案 这差不多在全世界 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啊 莱俊臣最红的时候啊 百官每天上朝 都会对家人说一句 我去上班了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活着回来 如果回不来 就永别了啊 各位 所以以后啊 大家千万不要再说 那个什么 上班如上坟这样的话了 你看看人家 人家上班如上断头台啊 莱俊臣到处罗知罪名 毁掉了成百上千的人家 弄的是天怒人怨 这个时候 武则天发现 酷吏政治呢 已经太过火了 是时候废除了 我们都知道 酷吏政治的始作俑者是武则天 但怎么能说堂堂女皇犯错呢 所以莱俊臣很荣幸的成为了被国侠 神功元年六月 莱俊臣被处死 随着他的死 酷吏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 至于武则天 领导嘛 当然是没有错咯 错的都是下面顶锅的 武则天的酷吏政治呢 确实是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色 不过我们不应该总揪着酷吏两个字播放 事实上呢 历代史学家都觉得 武则天的统治并不算差 说他有贞观疑风 说到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引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对武则天的一段评价了 非常精准 他说武则天既有容人之量 又有识人之才 还有用人之术 刚才我们说的他任用酷吏 这显然不能让一个国家机器正常的运转 武则天时期呢 提拔运用了一大批人才来治理国家 像什么娄施德呀 魏元忠啊 姚崇啊 都是一时的民臣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今天的超级网红 《王者荣耀》里面那位啊 敌人杰 这些年来呢 敌人杰不断被搬上荧幕 被搬上各种游戏 原方你怎么看呢 更是走通了社交网络 搞得我们以为敌人杰要么是武功盖世 要么是个神探 但实际上 敌人杰在历史上除了会搞行政 处理政务也不含糊 深得人民的爱戴 武则天对敌人杰呢 也是非常器重 称他为敌公 后来干脆就叫他国老 处处给予优待 敌人杰呢 只是武则天时代官员的一个缩影 武则天当皇帝 相当的徐怀纳贱 而且他有识人的本事 不拘一格的 提拔了许多人才 在他统治时期呢 科举制发展得异常迅速 此外呢 他还开创了五举 当然 只要你是个人才 也可以毛遂自荐 武则天对官员呢 有一套严格的考察制度 毛遂自荐的人都可以当官 不称职的官员呢 轻则免职 重则杀头 这么一来呢 那些无所事事的官吏们 想混车等死 那就都没有门路了 自荐 提拔加上科举 这些有力的改革措施呢 让大批的寒门子弟 有了一盏才华的机会 这也进一步的瓦解了 贵族制度的根基 打通了人才 从下往上流动的通道 整个社会显得朝气蓬勃 蒸蒸日上 总结起来呢 武则天时代是 库立与贤臣并举 他的用人之道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 利用小人 而信用君子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小人 库立杀人立威 大局稳定之后 国家的顶层设计里呢 始终交由一批 德才兼备之人 主持朝政 各位想学管理学的朋友 听到这儿 是不是觉得 比市面上那些 管理学的书 精妙多了 好了 政治话题太枯燥 接下来我们转入 八卦时间段 武则天的难逞 一提到武则天的男宠的 有人脸上呢 没准就浮现出了 油腻的笑容 这不就说的是我吗 平心而论啊 武则天是女皇 老公又死了 找个生活伴侣有错吗 再说了 他一辈子加起来 也就找了四个男宠 跟那些后宫家里 三千人的男皇帝 比起来 人家专情多了 武则天的第一位男宠 咱们刚才也说了 假和尚薛怀毅 薛怀毅得宠之后呢 非常猖狂 经常带着一帮小和尚 在洛阳城里 纵马赤城 跟那些开豪车的 什么二代也差不多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啊 他本来就是个 半路出家的假和尚 哎 却非常热爱自己的执意 在大街上 只要看到道士 薛怀毅上去 就把人家拖过去剃头 从道士变成和尚 也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 就像菜吃多了会腻 相处久了呢 吴泽天对薛怀毅 也逐渐失去了兴趣 他就喜欢上了 皇家御医 沈南庙 此人文文尔雅 风度翩翩 吴泽天呢 很是着迷 薛怀毅呢 害怕失去宠幸 便想着法子 去哄吴泽天 可是吴泽天 居然不领情 只是微微一笑 薛怀毅觉得自己失恋了 失恋的人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郑盛元年的正月十六日 满腔怨恨的薛怀毅 放了一把火 制造了一条爆炸性的火灾新闻 这下 可算是捅了娄子 十几天后 猖狂一时的薛怀毅 就被处死了 薛怀毅死后 沈南庙就成了 吴泽天唯一的男宠 可是 沈南庙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精力实在是很有限 吴泽天呢 不太满意 正巧 吴泽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 有个小情人 叫张昌宗 太平公主听说 老妈寂寞空虚冷 就把张昌宗 献给了老妈 张昌宗呢 是个官宦子弟了 吹拉弹唱 痒痒在行 关键是 长得非常帅 吴泽天一看呢 可以 很满意 当即表示 这个人我要了 张昌宗倒也很敬意 怕自己一个人不够 还把自己的哥哥 张一枝也带了过来 两个兄弟 一起伺候吴泽天 这就是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二张 哥俩呢 把吴泽天 伺候得非常舒服 老太太龙颜大悦 把哥俩都封了三品官 送话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二张这是发达了 张家的亲戚们 也一个个的飞黄腾的 此时的吴泽天 已经七十多岁了 经常生病 很多事情呢 已经没有精力去处理了 二张就成为了 吴泽天的代言人 借机全清朝野 我们不能说 二张只会瞎搞吧 人家对历史呢 还是有贡献的 这份贡献呢 就体现在 立太子这件事上 他俩的态度 决定了最后的走向 任何统治者 都是要立接班人的 除非呢 他永远不死 那是不可能 吴泽天也不例外 是吧 问题是 吴泽天的儿子都姓李 跟他一样姓武的人呢 都是他的侄子 那么到底是该立武家的人 还是立李家的人呢 如果传给儿子吧 他好不容易建立的 武州王朝 就一代而亡了 如果传给武家的侄子吧 武州王朝 肯定是能传下去的 可是侄子 跟自己的血缘关系 又不是敌亲的 嗯 到底选谁好啊 顾泽天啊 为这个事啊 就烦得睡不着就啊 就去找敌人杰商量 敌人杰就回答道 虽然呢 现在天下是您武家的 但却是李家打下来的 还还给李家名正言顺 给你武家呢 就太不像话了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侄子 你说是母子亲 还是姑侄亲呢 我敌人杰活得这么大 还真没听说过 哪个侄子当了皇帝 会在太庙里祭祀姑姑打 武则天听了之后就很生气 直接把敌人杰给打发走了 敌人杰走后呢 武则天就更烦了 也就更睡不好了 不管敌人杰说的 有多在理 自古以来 枕边风就是最好使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 有高人对二章说 兄弟啊 别看你们现在荣华富贵 可是陛下死后 你们还会享福吗 如果你们劝陛下 立了庐林王当太子 就是立了大功啊 等到庐林王上台 他也不会忘记 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二章一听 我这个话确实不假 赶忙谢过 然后跑去 劝武则天 立庐林王为太子 武则天本来还在犹豫呢 结果被二章这么一说 也就下了决心 立了庐林王李哲当太子 在外地饱受折磨 整日提心吊胆的 庐林王李哲 终于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长安 还改回了 他出生时的名字 李显 长期活在恐惧之中 他的外貌变得憔悴不堪 性格也非常软弱 整个人都变了 改立了李家的子孙 当太子 明眼人都知道 武则天 是要放弃武则天下了 而这个武则天还能坚持多久 就看武则天能活到多少岁了 神龙正殿 一代女皇被迫退位 自从二章劝武则天立立显为太子之后呢 他们的作风呢 也是越来越猖狂 这哥俩呢 打压宗室 陷害大臣 闹得是漫城风雨啊 结果呢 大臣恨他们 太平公主恨他们 太子李显也恨他们 可是谁叫武则天宠爱这哥俩呢 那些年武则天经常生病 一生病呢 就只能躺在床上 脑子是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糊涂 由于只有二章可以接近武则天 他俩呢 就成了实际的掌权者 连太子李显都不放在眼里 二章甚至冒出了一个念头 要不让李显这小子滚蛋 由我们来当皇帝 这种混乱局面下 大臣们就开始筹划 要不要把二章给做掉吧 这个时候一个老头子登场了 此人就是一代名臣张俭之 张俭之的前半生呢 非常潦倒 虽然呢 中过近视 却并没有因此而发达 活了六十多岁 当过的最大的官 还不如一个县令 永昌元年 武则天让天下有才能者 毛遂自荐 那个时候老张 已经六十六岁了 他也老太隆重的进了首都 没想到 竟然靠了第一 被败为了监察御史 在那之后 老张的运气更是好的出奇 先是敌人节推荐 后来又是摇虫提拔 在八十多岁的时候 老张居然还当上了宰相 如果说老张的人生前面都是励志 到了这会儿呢 历史还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老张早就对萧张的二章 看不下去了 但除掉二章 谈何容易 老谋深算的老张 便开始了私下里的活动 老张呢 先去联络了进军将领 李多座 李多座呢 原本是一个墨河族的奴隶 高宗李治呢 就发现这个人呢 很有军事才能 一路呢 就把他提拔成将军了 这份之欲之恩 啊 您想想 老张呢 就问李多座 李将军啊 能有今天这个地位 是谁给你的呀 李多座流着泪说 是 是 先帝的老人家 老张继续跟他讲情怀 现在先帝的儿子啊 被那两个姓张的烂货威胁着 那你要不要报这份黄恩呢 李多座哪怕是个大字不识的一个的粗人 也明白了老张说这些话的意图 李多座当即表示 哪还用说 都听你老张的 就这样 张剑之拉到了进军的支持 搞定了进军 老张又去找各级官员 以及李家皇室 包括太子李显 前皇帝李诞 太平公主等人 一个个呢 都十分来劲 表示愿意跟着老张干 这样 没有一点点防备 没有一点点防备 老张就把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了 静候时机 共举大事 神龙元年 也就是公元705年正月的某一天 武则天依旧卧病在床 不能离世 只有二张可以随便进出 按道理说 他应该还证给太子李显了 可是却毫无动静 一旦武则天病死 宫廷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下一任的皇帝 没准就要姓张了 形势紧迫 正月22日 政变爆发了 按照约定好的计划 应该是由太子李显 带领军队去讨伐二张 但是这个李显呢 一辈子怕他妈 怕成习惯性动作了 一听说让他带兵去 攻打老妈的宫殿 竟然坐着不敢动 周围的人呢 劝了半天 李显这才哆哆嗦嗦的上了马 政变大军 很快就跟上 杀气腾腾的 冲进了宫里 二张这个时候呢 还在睡觉 听见外面乱哄哄的 刚披上衣服往外一走 就被冲进来的军队 乱刀砍死了 二张的党羽 也被一网打尽 包括二张的所有亲戚 被杀得一个都不剩 政变队伍 迅速控制了整个皇宫 政变发生的时候 武则天正在休息 被惊醒之后 发现宫里到处都是军人 他也瞄懂眼前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 众人走到他的床前 要求他还证给太子李显 运气非常强硬 武则天则问道 诸位 我逮你们不保 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 有人回答 我们这是用自己的方式 报答陛下呢 武则天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 第二天 武则天就被迫下诏 让太子李显监国 第三天 武则天退位 第四天 太子李显 正式继位 接下来 武则天就只能 避居上阳宫了 经此一番打击 武则天迅速的衰老了 据说他铸言有数 七十多岁 仍不显老 但退位之后 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衰老了 进军控制着上阳宫 武则天不能迈出一步 他被软禁起来了 几天之后 李显恢复了大唐的国号 环都长安 武州政权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尘埃 虽然武则天曾经把李显害得很惨 但李显对他妈倒也孝顺 每过十天就率领百官去看望他 众人向李显提了一个问题 在您眼中 太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李显回答道 太后是我的慈母 也是天下人的明君 随后他解释说 当初太后当皇帝是因为国家危难 所以他才不得不上台 挽救国家于崩溃之间 他不过是代替我执政了十几年而已 代管了江山社稷 武州也只是礼堂的一个遍体 不是篡权 就这样 李显以一己之力保住了母亲武则天的形象 否则武则天很有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逆贼了 人生如梦 事态炎凉 不知道武则天对此又做何感想 女皇逝去 终究逃不过李家媳妇的结局 政变几个月之后的冬天 武则天时日无多了 他发布了最后一个命令 要求取消自己皇帝的尊号 把自己的身份从则天皇帝回到高宗皇后上 并希望死后和李治合葬 把自己的灵位放入唐朝的祖庙中 随后 武则天驾鹤西去 终年八十二岁 为什么武则天最后要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呢 实际上他为自己的结局考虑了很久 他很清楚 现在儿子李显给足了他的面子 但李显之后呢 很可能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如果他继续保留地号 单独立一个陵墓 没准到时候就会被人挖墓开关 但只要唐朝还在 他与李治的墓合葬 就不会有人来对他的棺墓动手脚 武则天真是太聪明了 到最后都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得清清楚楚 武则天死后有人劝李显说 先帝的坟墓已经封闭很久了 现在开陵墓 难道不是要惊动他老人家吗 不如给太后重新修个墓吧 李显不答应 他按照武则天的遗嘱指示 亲自护送武则天的灵鹫 去了唐高宗的墓地 开启乾陵 把他们夫妻俩合葬 乾陵立着两块碑 西边的一块属于唐高宗 上面刻着他的丰功伟绩 东边的一块属于武则天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有人说是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劳太大 无法用语言描述 有人说是武则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不敢刻字 还有人说是武则天把自己的功过都留给后人评说 因此不留一字 专让后人去洗 真实的原因呢 其实并没有这么浪漫 一开始 李显还是想给他立个有自卑的 石头悬好了 图案也雕刻了 但轮到刻字的时候 麻烦事也就来了 在武则天死后的八年时间里 唐朝的政局动荡不安 前后发生了七次政变 皇帝是走马灯的换 连带着武则天的尊号也是换来换去 就算想刻字上去 也不确定要刻些什么 一直到最后唐玄宗继位 才将其定为则天甚圣皇后 这时候距离武则天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 刻字一世也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是无自卑那么问题来了 后世之人又是怎样评价武则天的呢 在唐朝人们对他的评价还算积极 可到了宋朝 特别是南宋之后 成诛了一学大行其道 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位女皇帝 自然也就多了不少口诛笔伐 有人说武则天怕是中国历史上 被黑得最惨的皇帝了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呢 可以说武则天一生都是个矛盾的人 不只是他的性格 甚至连同他的政绩 都是相当矛盾的 在武则天掌权加上统治的几十年里 唐朝全国的人口数几乎是翻了一倍 粮食也是多的吃不完 从这个角度来看 武则天确实是治国有方 别的不说 就算这个GDP吧 增长速度估计也是扫扫的 不过问题也很多 武则天时代许多地方又出现了逃户 有人问什么叫逃户啊 老百姓在自己家的地上靠种田是活不下去了 一个个的逃到外地去啃荒或者打工 逃户这种情况在武则天时代是特别的严重 再想想GDP的大幅度增长 您看这是不是很矛盾 除去经济再看政治 武则天素来有知人善任的魅力 大家都说武则天擅长发现人才 提拔人才 甚至连后来的开源之治 都仰赖武则天打下的人才基础 可是提到武则天 我们又绕不过那残酷的酷吏政治 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冤魂 这也是矛盾的 武则天的时代 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发展 佛教也变得非常兴盛 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普及 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随着文化的大力发展 唐朝可贵的上武精神 却逐渐消失了 在武则天时期 汉族将领已经是凤毛麟角 到了后来 领兵作战的基本上都是胡人将领 而这也埋下了安史之乱 唐朝最终衰败的种子 您看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矛盾 武则天通过打击关隆贵族 为寒门人士铺设了向上流动的阶梯 这一点调整了社会结构 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可是伴随着进步的 都是血淋淋的杀戮 长孙无忌的自杀 亡皇后的惨死 一个个令人扼腕叹息 而这也是矛盾的 武则天是自信的 也是不自信的 他是充满温情的 也是冷酷无情的 世间所有的矛盾 似乎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纵观武则天一生 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掌管大唐帝国长达五十多年 打击门法 提拔韩世 发展经济 稳固边疆 他也是史上少见的独裁统治者 重用酷吏 告密成风 打击对手 冤死无数 他豪情万丈 胆识过人 智谋超群 引无数英雄 净遮遥 他挥霍无度 残酷无情 杀人如麻 遭后世万人 谴责一片 正所谓 滚滚长江 东市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 西阳红 好了 这本武则天 我们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您做何感想 欢迎在我们的APP上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